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转告得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2024年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的日子 昨天1月1日还是放假日 不过不晓得大家今天过得如何呢 第一天的上班日大家觉得如何 因为新年新气象 2024应该会比2023会更好 其实2023也是相当不错的一年 台湾的经济发展各方面都非常好 尤其我们的GDP超过了日本超过了韩国 所以连很多国家都觉得台湾的经济真的是很好 不过我们要看看 那我们1月13号马上就要投票了 所以大选倒数11天 所以过了12点 大家记住10天前不能够发布民调 所以今天是封关的民调 今天的民调是最后最后的日子 那大家会不会趁最后一天 把相关的民调通通拿出来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要一开始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所谓民调的数字 那奈销依然处于领先的地位 那有人预测这一次会不会只是显胜呢 柯文哲他始终不相信自己是老三 甚至有的民调还做出他是老二 甚至柯文哲呛吓说有一些民调国民调是假的啦 民调真的是假的吗 还是民调有他的极限性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就有相对性 不是像自然科学 太阳从东边出来是自然科学 那他有他的绝对性 所以科学就是科学 但是社会科学往往会出来 跟社会现象会有一点点或相当的误差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赵少康 昨天在辩论会里面 就被指出从头到尾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在造谣 讲了一大堆的谎话 害得萧美琴不只要论述他的议题以外 还要花时间来澄清 结果还澄清不了 为什么时间不够 他到底说了哪一些不符合事实的 大家认为是假讯息 或者是说谎话呢 等一下来宾也会来讨论 另外我们看到侯友宜他家族的地 尤其新装的那块地 今天又被爆出来说 竟然相隔十公尺而已 有规划了一个学校用地 在2018年这个学校用地的规划 如果真的是的话 那换句话讲 他这块地会因为有学校 变成了学区的房子 那接下来后市会不会看涨呢 应该是吧 这部分也值得大家来探讨 那现在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新北市市议员 我们的卓冠亭 冠亭 勇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王敏森 敏森 勇哥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候选人谢佩芬 佩芬 勇哥好 大家晚安 我们的自身媒体员邱明玉 明玉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张维员 郭文哥好 大家好 我们政治评论员 我们的宇宇梅 梅梅 勇哥好 大家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民调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谈的日子 今天晚上 也就是明天凌晨12点起 就不可以再讲民调了 所以今天叫做封关民调 看个相关报道 谁能倒数11天 1月3号起就禁止公布民调 最后封关民调出炉 联合报赖孝佩以32 领先侯康佩的27 柯英佩的21 值得注意的是 跟上次民调比起来 支持洪康佩的中立选民 少了9% 我们前两天已经公布了 我们的内参民调 大概在各项的数据上面 都是在统计误差里面 那尤其是我们的 如果是纯事化的 目前我们是领先一个百分点 朱立伦吹哨重胆 但其他像是TVVS民调 赖孝佩也以33 胜过洪康佩30 可以配22 ET Today民调 赖孝佩也赢过洪康佩三个百分点 林传媒民调赖孝佩胜过 侯康佩四个百分点 柯英佩支持度都在两成多 虽然赖孝佩账面上领先 但绿营仍不敢掉以轻心 所有的民调都要参考 那也都据参考价值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支持者 不要掉以轻心 每一票都要出来投票 票票入轨 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当选 林投相降于市面多半当老三 柯阵营持续喊出内参民调第二名 包含赖孝佩27.2% 柯英佩26.9% 紧跟在后 侯康佩26.4% 呈现三分贴下的局面 1月13号晚上我们来开讲就知道了 就知道说哪一些民调是 当然有一些我看的 我知道是假的 柯正寅对自家民调很有信心 哪家民调比较准选后见真章 来我们来看一下联合报的民调 不过在讲这个民调之前 我忍不住要讲一下赵少康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所有的媒体有80%都是绿营的 所以联合报应该也是属于80%里面的一部分吗 大家不知道 看看联合报民调 耐消费32% 侯赵费27% 客户费21% 所以换句话讲都有相当的一个差距 都接近误差范围 我们再看看耐消费 在宁传媒来讲耐消费是38.33% 侯赵费34.56% 客户费27.1% 所以跟其实联合报的民调那种差距都差不多 所以到底怎么样来看呢 谁拿39.3%就会赢 邮盈龙预估得票率 得票数 差距可能仅有十万票 哎呦只有十万票 这个如果一个大事情 或一个怎么样的假的讯息 从中国来戒选一出现的话 可能就因此而翻盘 事实上 这个今天是封关民调了 这两天看起来至少有十家民调出来 那当然先邮盈龙老师说 谁拿39.3%就赢 这个可以呈现说 这一次在萨喀都的状况之下的话 确实要占上四成 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萨喀都的状况 那我们再来看 那所有的民调还是要看趋势 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大家看民调 已经看到一个经 包括说你会看到调查方法 是视话还是加手机 还是网路 但无论如何 你现在可以看出来 大家看的一个趋势 可以显现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绿营来讲的好消息 就是说无论在各项的民调 不管是手机 视话 或是网路的民调 赖消费目前为止都是领先 那大概领先的幅度 不多 确实不多 大概三到五% 大概三到五% 可是呢 这个反观对蓝营来讲 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就算领先 微弱的三到五%来讲的话 问题是你这个差距 是三十万到五十万 甚至到七十万票的一个距离 你要在怎么短短的 两个礼拜之内呢 你说要翻转 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大版图的 五十万人的一个翻转 导致蓝营在这个两个礼拜 或是白营在两个礼拜之内 你可以这个翻转过来 让五十万人 去改变投票的意向 我认为这个对蓝营来讲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所以你对于蓝营来讲 你要怎么样去站上四成 在最后可以站上四成 我觉得这是这两个礼拜 蓝营要做的功课 包括你要宣扬政绩 或者是说 在打什么样子的一个牌 一个牌出来 可以冲上去 但是看起来 这两个礼拜 剩下不多的时间 等于说大家能够使出杀手剑 能够在辩论会杀的绝招 都差不多了 等于说这两个礼拜 还会有什么放大绝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什么天灾人 或什么枪击人 我们都不希望这种发生 只是说在这个板块 要怎么样五十万的大移动 这个是一个挑战 那最后要讲 就说你从各项的民调来讲 我刚刚讲说 在蓝营的这个隐忧 他怎么样在两个礼拜之内 你要版图的大移动 这个是蓝营的挑战 还有一个蓝营一直号称说 要北票南卜 可是事实上 你从各项民调来看的话 他连双北都输 甚至有的民调 你连竹竹苗都输 你要怎么北票南卜 所以你说侯友宜是竹竹苗 跟双北都输 联合报民调双北都输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竹竹苗 小英一点 但是你其他各家的民调来看的话 这个很多的话 侯友宜基本上是连双北竹竹苗都输 你连本命区都失守 你要怎么样北票南卜 是无从补起 就没有补起 对对对 所以这个对蓝营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蓝营还是想要拼气宝 可是问题是你各家民调 我们从各家民调来看的话 你柯文哲你要两成以下 你要把柯文哲杀到两成以下 你才有可能拼气宝 可是现在各家民调 柯文哲还是稳的 你还是两成嘛 而且有的民调柯文哲还第二名 对 所以你对支持者来讲的话 你说要怎么这样说服他气宝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还是难上加难 所以柯文哲 他的讲要气宝 要气侯友宜 不是气柯文哲 因为他是第二名 他说蛮有意思的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讨论 不过在这里 谁拿39.3%就会赢 看看耐消配与侯照配 最大可能差距是94万票 最低可能差距只有10万票左右 39.3%就会赢 那我们看看宁传媒 耐消配是38.33%是接近的 所以中间的选民在外面的 那出来投的话会投谁 大家都在看 所以从这里来讲 不过如果差距仅有10万票 这很危险 什么人会贏 不一定 是 柯哥 今天最后一天可以谈民调 十份民调机构整个公布 趋势都是赖清德是第一名 可是大家想问 如果明天就投票 赖清德到底赢几票 我稍微整理一个表格 这十份民调显示出一个趋势 林传媒赖清德赢3% 三立赢3% 美丽岛赢11% 郑传媒赢3% 风采赢8% 联合赢5% 近新闻赢11% ET投赢3% TVBS赢3% 民众党内参赢3% 无论第二名是侯友宜 还是柯文哲 这十份民调出现最多的一个数字区间 就是大概赢3到5%左右 3到5%左右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换算成上一次的投票率 1%是15万票的话 其实赖清德现在只赢40到50万票 这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警讯 就是赢的幅度 没有想象中得多 所以对民进党的党公职的立场 对于我身为民进党发言的立场 就是支持赖清德的人一定要出来投票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很不服气这十份民调 他认为说 我的民调做出来 我很多都第二名 我们民众党内参 你看我现在28% 侯友康只有22% 怎么会你们做出来 都是侯友宜第二名 其实说真的不意外 12月19号 柯文哲其实就已经跟媒体宣战了 他说我们大家要来检视所有的民调 等到都选完之后就可以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这十份民调中 做出柯文哲第二名的总共有两份民调 那其他八份呢 是侯友宜的第二名 那我分享一下今天来 竟然最后天可以谈民调了 我带了一下党内民调给大家 民进党内部的民调做出来的趋势 一样赖清德第一 侯友宜一样第二 柯文哲一样第三 但是实际上的结果是 柯文哲跟侯友宜的差距 没有想象中来得多 柯文哲没有想象中的弱 现在我们党内做出来民调 柯文哲都有站稳两成以上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柯文哲实际没有跟侯友宜差这么多 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 第三个我要讲的是 这一段日子以来 对民进党来讲最振奋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民进党的政党票的支持度 大幅的上升 在这两天的 无论是风颤传媒 或者是静电视所做出来的民调 都是首次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超过国民党 第一次风颤传媒是 31%比28% 静电视我们看 在11月份的时候 国民党甚至还赢民进党九个百分点 但经过这阵子大家很努力 包含赖清德民调的上涨 政党票的上涨 包含抢救王英川大兵等等 我们现在民进党支持度 已经赢国民党两个百分点 所以很多民众在问 我们现在部分区到底会几席 如果依照现在的民调 从12席部分区 现在进展到13到14席 所以离王一串要当选 还有个两三级的要努力 这个是一个要努力的目标 但是我们政党支持度 已经开始往上 而且最近的这两份民调 已经反超国民党 我觉得这是现状 也是我们值得继续努力的方向 所以看到了民调 所以民进党不用高兴 民众党也不用气 反而大家在讲 忧心的是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想要操作气宝 可是民众党说 要气的是侯友宜 哇那蓝白到底谁气谁呢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柯文哲说 有一些民调看看就好了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啦 1月13日大家来开讲 侯友宜全国同步入口要拜票 要起跑的时候 李全龙说 气宝科观察中 但是柯文哲在跨年夜发表公开信 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呼吁要集中选票 黄珊珊也说 气宝科才是科翻转的关键 所以欢迎就要讲民众党说 要气的是侯友宜啊 因为柯文哲气不掉的 甚至柯文哲在有一些民调 还赢了侯友宜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 大家再看 学者说气宝效应减少了 最后看看柯的判断 所以欢迎就要讲 气宝可能气不成 尤其这几天 大家看到所有的群组 所有的媒体 还有所有在民间 大家访查的结果 似乎没有看到气宝的气氛 问题在这里 另外我们看到侯友宜 他强调 蓝白六点协议仍然适用 所以换句话讲 侯友宜还在操作气宝 所以他说蓝白的六点协议仍然适用 他说 哎呀柯文哲 我们来组联合政府 这是势在必行 所以换句话讲 侯友宜还在操作气宝 然后呢柯文哲怎么讲 到底国民党 现在是在跟谁做决定的 是谁在做决定的 然后所以人家问他说 现在跟国民党还有得谈吗 柯文哲怎么讲 他指侯友宜 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的 还谈什么 所以换句话讲 柯文哲说 没有得谈 也没有什么所谓六点协议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联合政府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认为 现在要气的是侯友宜 要把侯友宜气掉 哎美美 这出名的蓝白 跟他互相气来气去 到底要气什么 我们依正常的状况来讲 我认为蓝白都不可能气宝对方 为什么 第一 我们看得出来 两边其实蛮胶着的 那柯文哲也非常有这个 一定要冲到底的决心 侯友宜这边要操作气宝 非常困难 因为柯文哲本来就有 他的这个铁粉存在 更况如果两个距离不大 而且蓝白之间的支持者 那么互相彼此震恨 请问要怎么气宝呢 这有非常困难 但是勇哥我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直接挑明了 侯友宜就是中共最支持的人 好了 那除非有一种变数 因为理论上来讲 柯文哲一定不管是为 他自己的政党补助款 还是这个自己的选举补助款 还是政党的这个发展 他一定全力冲到底 可是如果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中共最爱的人是侯友宜 会不到最有什么变数 那个变数就是说 中共有没有掌握了什么东西 在最后时刻丢出来 逼得柯文哲就范 这是我担心的 这是我担心的 那 所以中共借选 不过他丢出来的 现在台湾人民认为 假的啊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因为国民党都说他假的啊 我跟你讲啊 因为他不是他们替国民党 要求台商 要求台器人 要帮国民党募款吗 尾数要200吗 国民党说那假的啊 啊不过那个公文都出来啦 而且那个所谓的秘书 叫做包盟都出来啦 档案也出来啦 啊那个大家说那个是真的 可是国民党说那是假的啊 而国民党说假的 我的意思说如果选前几天 我不知道 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有没有可能这个澳波出来 我们不晓得 但是要提防 因为毕竟要知道 以这个民调这么接近 其实只要一两趴两三趴 他可能就猪羊变色 一定要慎防这一点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说实在话 之前好几波前的这个美丽岛民调 曾经有一波赖清德赢了十一趴 可是预估得票数 居然只有赢三趴到六趴 那么我我我去访问 我就问了这个民调专家 也跟好几位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探讨过 我们发现状况是什么 我也必须要跟绿营的支持者讲 你一定要出来刀票 要吹票 最后就是票投进去才算 为什么 我们发现第一 尤其最近因为侯友宜下降 他下降是因为他的凯旋院 还有他的新装的地平问题 但是要注意 有些蓝营的转成什么 转成不表态 不代表他不出来 甚至在蓝营内部以后 他们有很强烈的声音说 他们觉得他们有机会逆转胜 他不像韩国瑜上次要盖牌 所以这一次 他们是非常要势在必得 他的投票动机是强的 那所以我要跟绿营的支持者讲 就是说你不要看所有的民调 是赢的 但是我必须要讲 胜负真的差距非常的小 到最后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你到底出来的动员率是多少 那更不要忘记 就是说国民党的基本盘 其实不下于民进党 它有15个地方的执政县市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你们不只是去投票 还要监票 还要注意去看 因为国民党有15个地方执政县市 你都是第一个去投票的 把你的手伸进去摸一摸 就要倒出来 里面有没有一些 当然这是最后 但是我只有讲一句话 就是胜负差距实在是太近 到最后比的是哪一边突然投票多 他就赢了 那我请绿营支持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绿营也要告诉我觉得一方面国民党的一些抹黑 要强而有力的反击 因为国民党的选战主族非常清楚 他就是不断的抹黑 然后连结他政党轮替的正当性 有些不关心或者对政治没有那么关心的选民 他也许真的就被误导了 他们是铺天盖地的广告 那再加上中共的戒选讯息战 民进党怎么快速有力的反击 加上你好的政绩 要快速让大家知道 还有要告诉大家 如果国民党你让他重新回来 你想象得到吗 韩国瑜如果当国会议长 我们还有议会外交吗 我们多少的外交是靠着议会在进行 然后告诉大家 如果国民党执政 民进台湾不再成为美日民族国家的友人 反而在这些国家会有疑台论 那么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我们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被孤立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有活路吗 他的国家安全有活路吗 他的国防有活路吗 我觉得这些万一是让国民党当选或蓝白来合体来当选的话 对台湾的灾难 我认为这一点民进党还可以更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我们看到了主联合政府势在必行 蓝白六点协议的难适用 这个是侯友宜强调的 但是马上被柯文哲打脸 说谁要跟你合啊 到底国民党现在是谁在做决定啊 谁要跟你合啊 你搞清楚啊 那现在跟国民党还有得谈吗 他有什么好谈的 没得谈了啦 谈什么 侯友宜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了 还谈什么 喂 委员 我很久不见 有得清楚呢 选前 蓝白和分裂或蓝白分裂之前 不是柯文哲在讲要联合政府 柯文哲在讲要内阁制嘛 那难道你认为说 这个不是一个你对于政治体制的一个理想或一个态度 所以你是为了一些权谋 所以当时含了那个制 那现在呢 我们提出就不要 我必须说好在选就是说在总统跟副总统的候选人的之间 现在有没有气宝 可能像微乎其微啊 你看一下蓝绿白各家的这个支持者表态度 基本上已经九成了 是极高的表态度 我过去都八成而已 代表说核心支持者不太会变的 但的确有剩下大概10%到12%左右的所谓的中间选民或游离票 他还没有决定 还没有决定过程当中 当然有机会我们要极力的去争取 所以讲到联合政府的事情 后一就是他讲的是一个 他对于包含赵超康先生一样 他讲的是一个对未来政府的期望 贺文哲一样讲说在立法院 不排施要跟韩国瑜合作 他不是有讲类似的话吗 那为什么立法院你可以合作 那如果行政权的部分 你就说好像不用合作的机会 因为他担心侯友宜提出这个东西 会有去挖到一些所谓浅白 就是民政党比较就是比较偏中间的这样一个选票 可能会有因为这样游离 主要原因在于说现在的封关民调 各家趋势很明显的 赖礁的确在这十家里面 几乎都是第一名 那侯康的部分呢 有落后在误差 发围内有些落差比较大一点点 但基本上第二名扣除民众党内参民调 第二名是稳定的在第二名左右 就是可以一个养工的状态 那可以问得下第三名 所以在选前的时候 的确会有一些这个支持者 他想要投一个有机会会赢的 这样一个组合 当然第二名的侯康当然会比较有机会被他们去选择 但选择还是要给他们的理由 告诉大家说为什么选侯康这组比较好 或者是他有哪些政治理念或干嘛 或未来有没有合作的这样意愿 或开放的参度 主要就是去呈现这样子一个态度跟氛围 所以我们看到了那到底要弃谁保谁呢 侯友谊当然讲嘛要弃柯文哲嘛 所以才会说哎呀这六点仍然有效 大家看看这六点协议仍然有效 大家都忘记六点协议了 我都忘记了呢 他今天一讲哎呦才想到说你们还有六点协议 竟然蓝白不合了以后六点协议还可以适用 显然这就是在操作气宝 所以柯文哲很生气说 没得谈了啦还谈什么 侯友谊啊你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了 还谈什么没有什么好谈 不过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知道 赵绍康指耐清德曾经官说药品 耐靖总说你公然谋黑造谣 没有任何证据 他就随便讲一句 好我们再讲 绿委呛赵绍康造谣台湾兵凶战委 国民党只会拿艺人下手 当然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五月天 那现在有一个资深媒体员 这是曾伟珍 那他在辩论会里面 赵绍康拿辩论会当造谣抹黑的大会 他的辩论会讲的这些都是造谣 他说什么赵绍康讲了什么谎言 他说抹黑耐清德立委任内 曾经与预算威胁 官说海燕药品公司用药 他说去年已经流传很久的谣言 那一半会提告 造谣文火速就被下架了 所以显然这是造谣的 赵绍康拿出来讲 所以会提告 从来就没有海燕药品公司存在 因为连海燕公司就没有这家公司存在 哪来官说 所以这就是造谣 赵绍康竟然敢拿出来讲 这是第一个 没有这家公司 他说他官说海燕公司 结果没有海燕公司 这真的笑死人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 泰勒是因为地缘政治上的风险 取消来台 赵绍康讲的 结果台北市副市长李世川驳斥说 因为大巨蛋尚未完工 无法加入行程 被李世川打脸 造谣自由时报 每年收受政府庞大的广告预算 结果自由时报说 他们是各媒体中拿最少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讲 其他的两大报呢 中字号的呢 廉字号的呢 为什么不去讲呢 好 再来 造谣特勤看守耐静德老家 四年花七千万 国安局曾经 没有新增人员 设备的预算 通通没有 仅每个月八千块的房租 你也差不多 一个月八千块 他说四年才七千万 你是要算小卫 人家又问 造谣台湾吃了莱猪 却没有加入任何贸易协议 结果呢 我们看看 台美签署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 并通过首批协定 有啊 反而是 马英九的印太经济架构 都没有进展 好 我们再看看 抹黑劳保基金管理收益不佳 结果呢 现在讲 劳动基金赚了六千六百七六千零六十七亿元 收益率十点八二趴 劳保基金获利九百三十八亿元 收益率十二点三亿趴 再看看 那抹黑民进党执政期间 外交修兵 结果台美台日关系是史上最佳 G7的会议每一次都提到台湾 我们再看看 抹黑外资担心台海风险 不敢来投资 结果经济部列出了一大堆投资的 已经超过了一千亿元 包括ASMO 这些柯林 等等研发中心 辉达 超微 这个是最现在最夯的 还有物流中心决定都要绕缴台湾 然后再看瞎扯二零二三年不缺电 是因为经济不好才不缺电 结果二零二三年用电量是史上第三高 而且我们有经济不好吗 没有啊 我们现在的GDP超过日本的超过韩国 再看造谣中天因为不听话 被民进党关台 结果呢 TPBS中视东升环宇等深蓝电视台 有被关吗 通通没有啊 所以啊 再看看抹黑台湾缺水 结果呢 前瞻基础建设因为超前部署 二零二三年是百年大旱 但是竟然没有启动分区供水 表示没有缺水嘛 再看喊战斗部队月薪加码两万元 结果侯友宜说 哎呀 加码一万元 你看讲的又不一样 批评台湾打巷战 登陆战 这样子就完了 结果侯友宜主张 应该设立 城镇战训基地 城镇战训基地 所以城镇的作战 要专业部队 所以你说批评台湾打巷战 打登陆战就完了 结果侯友宜说 我们就是要打巷战 要打登陆战 所以赵少康在这个辩论会讲了这么多谎话 来 曾伟珍通通把他列出来 我一一地唸给大家听 怎么来看呢 怎么来看 我想从总统的辩论会 或副总统的辩论会 就看得出来说 蓝白两边的候选人都不争气 但是他们唯一争气 都在争取什么 都在争取反对党的第一名 因为他们就不讲政见 开始拼命地在攻击赖清德 或是在攻击民营党政府 甚至也去攻击萧美琴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去争取第一名 否则他会怕这在这个 这一波气保的话题中 蓝被气被白的气掉 或白的被蓝的气掉 来气保掉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 派出赵少康 用错假的讯息来做认知作战 我跟永哥报告 昨天他这样讲了说 这个海燕公司 今天如果打开ptt看的话 上面很多网友不分青红照白 都在讨论说 如果海燕公司这个是真的话 赖清德为了这间公司的药品 在官说我们真的要好好考虑 写这些话 不晓得这些网友是到底不明就里 还是所谓的有人刻意去操作 这样的风向 不晓得 所以赵少康根本不关心说 他讲的话是对还是错 他先丢出一个错假讯息 到时候再来道歉 或是要来做什么样的扭曲 我要再把这句话讲一遍 某蔡经德立委任内 曾经以预算威胁 官说海燕药品公司的用药 结果从来就没有海燕药品公司的存在 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不然就比较拜托的 所以他就是要营造一个印象 就是你现在开始就要继续讨厌民进党 然后提高他的仇恨值 去动员各自的支持者 我觉得他的目标就是要这样 他不管说我讲的对还是错 就标准的是丢了这样一个错假讯息 真的就是要去做大家认知作战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侯友宜今天又讲了说 这个什么六项协议还是有用 这个其实他打如意算盘 还是都在争取这个气宝效应 希望气白宝然 所以他今天不管讲说 这个六点协议之后 柯文哲也要立刻回呛 他在几场造势活动 为什么要拼命动员 他为什么在侯友宜讲这六点协议之后 他立刻要说有些民调都是假的 甚至还说国民党是谁在做决定 然后甚至还就讲说没得谈了 甚至还抹红说侯友宜已经是中共支持的 所以其实这种种来看 还是落在这个民调的结果上面来看 我跟大家报告 刚刚冠廷讲说 如果我们投票率算七成 现在的公民投票数是一千九百万 七成其实是十三一趴 七成的投票率要投出一千三百多万人 所以一趴大概就是十三万 如果说他只是差了三趴的话 就是三十九万到四十万 四十万左右 对于柯文哲跟侯友宜来讲 他们差距这么近 他怎么想说我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你的联合政府 其中一员 当然我是希望大家来选我 气你蓝的来保我白的 我反而比侯友宜更有希望当选 所以气谁保谁 大家都在看的时候 赵绍康整个辩论会 讲了这么多的谎话 尤其第一个是最离谱的 什么关缩海燕公司的药品 结果没有这一家公司 国民党要不要出来道歉 所以我们看到了赵绍康整个辩论会 他就是攻击攻击再攻击 用假的攻击 不实的事实来攻击 这样子是一个合格的副总统候选人吗 怎么来看呢 完全不是啊 我们看到赵绍康 他为了现在想要冲高 这个他的士气 简直把昨天的这个辩论会 当做这个脱口秀 而且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刚才勇哥已经列出了非常多 他所散布的假讯息 但其中还有很多 包括他说什么 民进党是台湾的最大风险 不好意思 台湾的这个地缘政治两岸关系上 风险到底出在哪里 那个不确定性出在哪里 你随便翻他一家外媒的报道 大家都会告诉你是中共 是习近平政权 是这个政权非常不稳 而且充满了野心 结果他现在把所有事情 都怪在民进党身上 他还说什么 说台湾的兵凶战委 他们现在很喜欢用兵凶战委 这四个字 导致这个外资不敢来台湾 结果美清大使马上就去反驳他 说没有 怎么外资来台湾的数量的金额 反而还比以前大 其实我昨天觉得 昨天小美清大使 他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一次发言之前 他都必须要花时间 来澄清赵绍康 讲了许多的错假讯息 甚至你说这个海燕公司 完完全全就是无中生有 自己做梦梦到的 你这样的东西 你这样子的内容 你好意思拿到全国 大家都在关注的 这唯一一场的 这个辩论会上去讲 我觉得这个脸皮也实在是太厚了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 可能真的是很饥饿吧 因为毕竟跟白银之间 跟柯文哲之间 一直拉不开 所以开始下猛药 包括说现在侯友宜还甚至说什么 那个六点协议还算数 真的是吃尽了柯文哲的豆腐 你那个国民党 认为这样子民众党的人 会回来支持你吗 其实我通常不太支持 不太赞同柯文哲说的话 不过柯文哲倒是有一句话 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他说蓝银的人可能会去投白银 可是白银的人不太可能去投蓝银 因为柯文哲他确实还有一块铁粉在 那些人不管什么原因 支持他支持民众党 这些人你现在侯友宜你越是去讲这个六点协议 你越是去戳这个阿伯的痛 那他们越不可能回来找你 所以蓝白之间非常胶着的情况之下 照商公昨天才会不停的释放一大堆错误的讯息 而且讲出口完全没有要负责的意思 我真的是觉得说 作为一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这不是在电视上在那里表演 然后完全不负责任 这样的人 你还敢让他来领导我们国家吗 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期待 你其他的这些政党的人 其他的这个中间的年轻的选票 可能会被你吸引过去呢 所以林楚音说 赵绍康把副总统辩论会当成他自己的政论节目 只照谣不拿出证据 他果然都没有拿出证据 就照谣说什么 关缩药品公司 结果呢 没有这一家海燕公司 所以大家看到什么 照谣说什么 泰勒斯不来是因为 台湾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Black PIN不是来了吗 Hot Play不是来了吗 现在还有其他的要来 那为什么他们要来呢 所以啊 很明显的赵绍康讲了这么多 照谣抹黑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看 侯康防弹剥离减半 柯文哲是政治干预专业 所以他说啊 要专业 人家专业说全部就全部 结果才没多久 当天就打脸自己 马上抱怨防弹剥离反光严重 撤一半 他自己变成把他降下来一半 所以欢酒要讲 赵绍康抹黑 照谣一大堆 但是呢 昨天一来 看到柯文哲 也还是不防多让 所以明显 这也很天才 为什么赵绍康有这么多 可以讲的跟事实不符的事情 而且侃侃而谈 谈得脸不红气不喘 为什么敢这样攻击 为什么他的证件发表会 他的辩论会 全部都是负面的 我记得赵绍康对于这个幕僚 而且对他侯友讲过一句话 就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你就是 化唬烂就对了啦 反正就是这种政见你不可能实施 但是你就是先讲就对了 反正就是要先吸引 选票啦 那我先讲了 赵绍康昨天真的很夸张 除了刚刚大家一直在强调 就是说你什么海燕公司 根本没有这家公司存在之外 然后泰勒斯不来 明明就是这个 就说事实上 刚刚讲了嘛 就是李四川讲了 就是已经解密了嘛 就是说因为大巨蛋 大巨蛋的问题嘛 而且事实上是有机会的啦 因为等于说 泰勒斯今年他在日本 二月的时候会到日本 然后呢三月的时候 会到这个新加坡 反正他会有一个亚洲行 那到时候呢 一月十八号会去跟 美国官方谈 看看是泰勒斯有这个机会 亚洲行也可以来台湾 那因为我们大巨蛋也standby standby好了嘛 所以等于说李四川才刚讲 然后竟然赵少康敢 在这个辩论会上公然造谣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夸张 那再来他昨天还讲了什么谎 说什么赖清德老家 什么万里老家 四年花了七千万为安 结果马上国安局 也发了一个这个新闻稿 打脸他嘛 一个月才八千块 你哪来四年七千万 你算给大家看 我要让大家了解 预算 这些预算在立法院 都是公开的 没错 请问国安局去这边 到底多少人去怎么样 这个预算都看得很清楚 赵少康难道你没当过立委吗 他当过立委 他看得懂预算数 每个月八千 那一年九万六 对不对 十二个月八千 那就九万 八二十六九万六 那四年多少 不到四十万 他竟然说七千万 所以赵少康 脸不红气不转 这样再说谎 该不该道歉 你要叫他道歉是非常难的啦 他直接告就算了 他会告啊 在家会提告 但是提告都已经是选举完了 对啊 就旷日廢时嘛 你告他 甚至要开庭 等于说选完 这个都已经选完了嘛 那还有他昨天讲的最夸张 是说 连台积电的那个刘德英董事长 躺在那边也中枪 人家好好的退休 就竟然讲说 你这是被民进党逼退的 哇 我觉得从头到尾 他就是标题非常聳动 就一只嘴唬 然后就四处开枪 然后就四处這樣掃射 完全都不用提供 他最出名的話 就是一句话 中华民国灭亡了 他从幾十年前 选台北市长 选到现在已经幾年三十年了 三十五年了 中华民国还在 中华民国还在呢 而且是越来越强 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国 全世界都知道臺灣 奇怪了 他为什么老是要讲谎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策略 他的策略就是一直攻击 一直攻击 反正我随便掃射 那包括像 我怀疑他是在學毛澤東 謊話說一百遍 就變真理 對 我在怀疑這個 這個是柯文哲是第一名 那現在看起來 趙少康也失誠了這一派 那我覺得他這個很取巧 包括就是說 像海恩公司 也許他是昨天突然丟出來的 那你看蕭美琴 他如果說在當下 他根本就不了解這件事 他就無仇回應 然後就說 這個講講多了 就真的 變相剛剛民生講 PTT就會引發話題討論 因為很多事情 你是突然丟出來 那人家根本就不曉得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手法 非常非常的拙劣 那你看我們剛剛 在短短時間 就直接指出他四大謊話 還包括了網路上 還有列出他昨天講的十大謊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的誠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問題 所以美美 我一直想說 柯文哲他家講的話都不一樣 他次世只有一個 所以一大堆謊話 趙少康從三十五年前 講謊話習慣到現在 中華民國滅亡了 這一句是不是謊話 當然是謊話 我們現在還存在啊 他不是說 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 中華民國就滅亡 結果當選了沒有滅亡 陳水扁當了總統 當了八年也沒滅亡啊 這怎麼一回事啊 我必須要講 趙少康 這個中華民國沒有滅亡 他一張嘴隨便 信口開河 謊話成信 也沒有滅亡 那過去講 王毅聖就說 那如果將來韓國瑜當選 他也進去立法院 他就要帶個九測器 如果趙少康正讓他當選的話 那是不是大家去總統府 要帶個測謊器 陳十數啦 對 帶個陳十數 真是的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為什麼剛剛會覺得說 甚至於我覺得有必要的話 因為我看昨天觀看人口到六百多萬 有些人也許聽了他就信了 你知道嗎 講的跟真的一樣 那需不需要開個很慎重的記者會 然後該提告就提告 你不要說提告 至少提告是個態度出來 那要趙少康嚴肅面對 那如果說到時候這些他提告 他都拜的話 他要不要退出政壇 就問他嘛 他付出代價 因為我擔心有些人 尤其是有些中間選民 他平常也許不太關心政治新聞 可是昨天是放假 大家在家裡看 趙少康講的唱作俱佳 一副這個活靈活現的樣子 會不會有人就被騙了 所以需不需要一個很正式的一個記者會 我就講 國民黨他就是幾招走天下嘛 說你是貪污黨嘛 說你一黨獨大嘛 所以需要政黨輪替嘛 那認知作戰 還有中共大量的認知作戰的資料來供應 不管是在網路 不管是在廣告 不管是在平面媒體 鋪天蓋地的傻 其實真正黑金復批的是誰 如果真的國民黨回來 真正黑道的是誰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像用哥講的 謊話講一百遍就變成真 不是我講的 那毛澤東講的啦 不是像用哥講的啦 用哥沒有講過 那是毛澤東的話 其實不用講一百遍 講十遍他就會變成真的 對不對 請問一下 我請問一下 沈中榮是不是雲林縣國民黨籍的議長 有沒有所謂 有啊 兩千六百萬 國民黨的是不是 是啊 請問一下 臺南八十八槍 後面支持者是誰 王文仲啊 是誰 國民黨吧 對啊 結果在他們嘴巴裡頭 變成民進黨 是綠能 是光電 是這些貪污的大主 那我再請問一下 這裡面我講了一大堆 賴清德一再講 那些大家族們 不管說是台中的炎家 雲林的張家 或者說是這個 這個羅家 新店的羅家 等等的 甚至於南投的馬家 我請問 哪個沒有問題 你包括你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我最後只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單單講凱旋院的事情 如果不是信託給星光的話 每年漲五趴 他已經一年租金收兩千萬以上了耶 那各位你知道嗎 同樣的兩千萬 我就比一個人就好 你們知道賴清德歷年以來 捐了多少錢出去嗎 他自己的 包括他的競選的補助款等等 他捐出去 這個都有案可以考的 他第一年加起來 已經捐超出兩千萬的 他自己的房子有貸款 他捐了超出兩千萬 侯友宜是養房 甚至被質疑利用質權炒地 用老婆的這個社公司的名字 結果至少八人文化學生的皮 那各位 你有什麼樣的人 但是可以在趙少康的嘴巴裡頭 在這個國民黨的抹黑裡頭 賴清德變成老家 明明是法律上 歷史上面 政府對不起他們 結果變成了他是老家為戒 然後民進黨變成了一個貪腐黨 真正黑金貪腐的就是國民黨 所以我們看到了滿口謊言 昨天我看到了滿口謊言的誰 趙少康 單單講這幾點 這就是謊言嘛 這不是謊言 這是什麼 所以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 也要來檢驗一下 侯友宜新莊列地的乙雲 李正浩說 新設學校用地 緊隔十公尺 搖身變成學區的房子 哇 這下是 不得了耶 這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戴衛山再質疑 侯家在新莊購買的基林地是看上附近土地整合後的優勢 因為依照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範圍 更新單元 因臨接計畫道路或以指定建築縣之現有巷道 巷道寬度 應達8公尺以上 或與基地退縮 留社深度合計達8公尺以上 且零路總長度應達20公尺以上 而且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以上 就可以達到都根條件 李州外加碼爆料 新北市府2018年在新莊規劃一處學校用地 距離侯友宜的家族建地僅相隔10公尺 讓土地變身為學區房價值大大提高 新北市有成千上萬的公有設施保留地 即待解編 為什麼偏偏選擇新莊用地 這個非常的令人起人疑鬥 早在民國62年新莊都市計畫 其以劃設後一少子化趨勢 將無需求學校用地進行檢討變更 開發方式採公辦勢力重劃 與中央公保地政策一致並無特例 目前送內政部審議中 請有心人士誤謀黑栽贓 新北市府喊不要抹黑栽贓 夥伴反擊點出民意黨議員翁振州先前也贊成 新莊高中用地結編活用土地 推動新莊再發展 藍綠工房不停歇 所以我們看到了新社學校用地 距離侯友宜新莊列地的地方 緊隔10米搖身學區房 不過侯友宜正本的發言人說 你也拜託這1973年就有了啦 不是這樣子啦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先講喔其實李正浩這個爆料 主要核心有一個點 侯友宜為什麼這幾年來要一直買 一直買一直買這個新莊的土地 為什麼 侯友宜他的講法是說 喔我們上面有一個繼承的建築啊 佔到別人的土地啊 所以我要一直買吃分 說是基林地 對 我說到這裡邏輯就不對 我今天我的土地 佔到別人的土地 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拆房子啊 拆無還地 拆無還地 不然就把我的土地賣掉啊 結果他的選擇是 不停的購買吃分 從2016年到現在 七年的時間買了三次 總共花了三千多萬 三千多萬的錢 是誰買的 右育公司這間買的 右育公司目前只查得到 他的一個財產來源 收入來源 就是大群館凱旋苑 所以我們整個接報這件事情 很核心的點就是 你一手吸學生的血 過去包括高安的租金 每年5%漲給文化大學 等等等等 現在觀眾都聽到會背了 賺來的錢 每年一千多萬的錢 右手拿錢 拿學生的錢 左手去炒新莊的地 而侯友宜他們後來捍衛的方式上 就覺得很奇怪 我買這個是為了要 解決這個上面違建的問題啊 但現在李正浩進一步發現一個點 你有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 侯友宜他們家 任美林的這一個土地啊 在那個新莊復興段 而他這個土地的上方 紫色的地方 是一個公保地 就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本來是保留給新莊的一個 高中的一個保留地 而這一個學區的一個保留地 侯友宜他們沒出來回 結果叫新北市政府出來回 這是1973年就編的新莊文高二用地啊 他這樣跟你講 只講前面沒講後面 2018年6月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選了這一塊文高二的用地 進行了解編 解編啊 解編了 他把公保地給解編了 這個上面呢 我先看一下現況 是保留給文高二就是那個學校用地 但實際上上面現在是什麼 鐵皮屋 舊的市場 等等等的一個 老實講比較老舊的一個市區 結果他解編後 現在上面2018送建 2023年4月內政部核定通過 現在上面這塊地變什麼 來我們看看 紅色的 叫做市場用地 簡單來講啊 現在是舊的市場 這裡要變成一個高級的一個新的一個現代化零售市場 這是紅友宜他們的報告 解編了 那旁邊有市場那價值更高了 更高 來再來 等一下那我要先講一件事 剛剛他有提到說內政部核定 聽起來好像是內政部做的 我先跟你講喔 不是喔 這個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他全部所有的都是他們依職權去做 而最後送到內政部看看程序合不合法 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錯 所以內政部所謂的核定 不是內政部去把它核定解編 不是喔 解編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把它解編成為後來新的市場用地 也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只是送來內政部核定而已 那個核定就是看看程序合不合法 就這樣子而已 那因為是新北市政府的職權 所以是新北市政府做的 因為這個解編2018年是我在當部長 你說清楚喔 兩個先把他們打臉喔 我們要逼他們講這內政部的事 但是我要講重點是這 這規劃都是新北市政府規劃的 來 市場用地塊 旁邊這一塊 黃色的圍起來這一塊 這一塊區是什麼 住宅區 所以簡單來說啦 現在這整塊解編之後 現在變成是住宅區 道路市場用地 而新北市政府對外的報告怎麼寫 寫說未來還會引進多元化公共設施 就是福市民 好 我這一塊公保地解編喔 附近的居民一定都開心 解編就是不再當學校的 不再當學校 附近的居民一定都開心 因為新北市政府也沒有錢去把它徵收啦 我講白了 可是 這個開心以外 誰更開心 我們來看 侯友宇的地 就距離 這塊二五三五四 就距離這一塊解編的公保地 引入之隔 十公尺 十公尺 所以簡單來講一句話啦 今天這個解編之後 附近居民拍手啊 大家都想解編啊 為什麼新北市這麼多地要解編 像我的選區土樹三一 我們希望公保地解編 沒有解編 就剛剛好解編 選擇你侯友宇有的土地旁邊 而價值整個生長 這就是利益迴避的問題嘛 所以看到了本來是編定為學校用地 他把它解編了 變成市場用地 然後呢 哇 更加現代化 然後所以他旁邊的地就大漲價 這就是新北市政府做的耶 怎麼來看呢 三個點啦 昨天侯友宜上 吳子嘉董事長的那個專訪 他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也講的義憤填膺 他說我的家庭 遠比我選總統還要重要 其實他不能不顧家庭 那這跟他這個 當時辯論會講的一樣 就是說你攻擊我就好 不要攻擊我的家人 可是我這邊還是要再度重申 其實侯友宜 你是限你的家人於不義耶 事實上幼育公司 在買這塊地的時候 你全部都知情嘛 因為兩次的時候 都是你在新北市副市長 那還有一次的時候 更不要更誇張 就是在你當選 新北市市長的隔一天 然後幼育公司就通過了 買了這塊地 等於三塊買地的時間 通通都是在你新北市副市長 跟你新北市長的任內 那你倒是 你就是應該跟你的家人講說 你也拜託一下 你爸爸現在在做這個 新北市副市長 你買地全台灣有這麼多地 你不能去高雄買不能去嘉義買 不能去桃園買 不能去台北買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新北市買 就在你爸爸執政的時候 你在買這塊地 這是你 這雖然說是瓜田裡下 瓜田裡下 你現在一直在講合法合法 難怪網友會說 你左手拜官公 右手包租公 現在已經不只是包租公 你還炒地皮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不是勘托你家人 真正就是說 限你家人於不義的其實是你自己 所以蘇貞昌才會講哪有人當市長 然後都市計畫的這一些設計 變更等等這一些 哪有人自己當市長叫家的人去買 對 這第一個 第二點 這是瓜田裡下 如果你在新莊計畫區 是因為買了房子 因為有越界建築 明法七百九十六條 越界建築的問題 奇怪 你為什麼用右育公司 用公司的名稱去買旁邊的地呢 而且買的是方方正正的地 你人家在問你這件事啊 對 那現在國民黨很多朋友都說 沒啦 現在都還沒有要什麼改建什麼什麼 當然他現在 因為他還有六分之 他就已經這個進行到六分之五了嘛 他還有六分之一 還沒有把他二五三地號 二五三地號還有六分之一 最後一里路還沒有買完 他沒有買完也沒關係 他沒有買完 因為他已經超過三分之二了嘛 土地法三十四條之一 對 他超過三分之二 他就可以把這一塊地處分了 好 等於說這個簡單來講 整件事情就是在你當新北市副市長 到你新北市長的任內 你就用你們右育家公司 這件事情去購買地 那你放在那裡之後呢 然後這幾天又被李征浩相繼的踢爆 從昨天的開始放寬容積率 而且是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二十六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的事情 才宣布放寬容積率兩百趴到兩百四十趴 然後今天又再度被踢爆 你的這塊地的旁邊 剛好怎麼那麼巧 又可以解編變成學區房 還有這個現代式的一個零售市場 更不用講 又離捷運站這麼近 然後還有新莊的棒球場 還有新莊的體育館 通通都在這附近 等到這邊一開始開發的時候 這邊的房價 物價 地價 馬上就沿路飆漲 那到現在他對這也沒有一直說法 除非你能夠保證說 我這個永遠永遠永遠都不讓他度根 可是問題就是不可能 因為這個是非常非常精華的地帶 無論如何 不管幾年 就是一定會開發這邊的地方 所以我要問的是 當一個縣市長 可以在自己開發的土地上 叫家人去買 或家人的公司去買 可以這樣嗎 我們當內政部長 我們也知道很多地方在開發 很多地方在都市計畫 我都知道 甚至有時候他們還沒變更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討論這些時候 內政部也知道 內政部可以去買嗎 內政部長可以去買嗎 莫名其妙 我絕對沒有去買任何一塊 任何一個這種 絕對沒有 為什麼掛田底下 這不應該 不能這樣子 這裡要檢驗一下 還有一個人叫做柯文哲 民進黨是大說謊加草地批 這個批當然就是柯文哲的批 宣傳片 你的柯文哲 四個違法的爭議 四個違法的爭議 以拖待變 好 然後呢 綠質疑農地拋除 五天承諾跳票 因為當時柯文哲說 他那塊農地 要把上面的這些拋除掉 結果柯文哲批說 你們不要那麼沒嘗試好不好 我五天怎麼拋除 我這個承諾當然會跳票 為什麼 因為廢棄物不能亂丟 哇 他是承認 他的土地上 他的農地上是有廢棄物喔 哇假如是這樣子 那這下子可熱鬧啦 他承認自己農地上是廢棄物 我要跟勇哥報告 我先講一下侯友宜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實際上在議員的工作 常常都會協助都根 新北市政府一開始挑出來說 侯友宜他新北市這個土地 沒有這樣的都根計畫 那當然第一個 因為他不是公化更新的地區 那不是公化更新的地區 可不可以辦都根 可以啊 你可以自化更新地區 你自己去整合了土地之後 你來向市府申請 就可以實施 所以他自己還可以 施辦的四地重化 沒錯 所以這個就問題來了 整個新北市府再一次坐實 他就是口友宜的競選總部 在幫他擦枝抹粉 然後亂講一通 騙市民不曉得 那我再講一下 他這個地方從兩百 容積兩百變成兩百四 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一坪的土地可以蓋兩坪 然後你變成兩百四的時候 就一坪的土地可以蓋二點四坪 所以他一坪的土地多了零點四坪 對不對 我算給大家聽 他總共五二五三第一號 二五四第一號加起來 總共一百四十八點七四坪 增加的這六十九坪不要小看 他增加這個容積率 以我們這個增加的這個容積率 六十九坪來看好了 他後續還有增加這些土地的都更獎勵 然後還有免激的容積率 我算一算 他整個可以多蓋一百四十二點七九坪 一百四十二點七九坪 如果現在一坪多少錢 問一下那邊的市價 現在一坪大概有七十萬 算一算九千多萬 快一億 快一億 所以你看他為什麼 所以我就說這瓜田裡價 對他自己做市長的任內 然後提高了容積率 這瓜田裡價 再來第二個 他滿嘴仁義道說我要為青年增設設宅 然後這個凱旋院的事情被大家踢爆高租金 然後覺得他自己在行開發土地之時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我們年輕朋友怎麼可以信任他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要來看 我覺得柯文哲講的這句話比較有意思 你自己承諾五天要把這些地拋除 上面的這些水泥要拋除 結果沒有拋除以後 他竟然說你們要有嘗試 因為廢棄物不能亂丟 你沒有做到你的承諾 反而來罵人家質疑他說 你為什麼承諾沒做到 他說你們質疑的人沒嘗試 廢棄物不能亂丟 欸 委員廢棄物不能亂丟 他也知道啊 他知道他為什麼上面還去鋪了水泥 鋪了這些廢棄物呢 他還承認了嘛 代表說他也知道 他上面有很多廢棄物 先講一下 不管是柯文哲還是柯美蘭 你們買農地 我都覺得齊心可意怎麼講 你們就不是農夫啊 買農地不是草地 那你是為了什麼東西 柯美蘭要蓋這個什麼佛堂 佛堂記啊 對 三千坪的佛堂 對 那其實柯文哲 剛好那個你買那塊農地 你買那塊農地還沒還沒變更而已 他說要蓋醫院 他爸爸說 對 然後我來講齁 這個一開始講要刨除的 當然我們說是說 你佔用農地之後 然後沒有農友 當然要這個所謂回復原狀嘛 但什麼時候刨除 我沒有給你限定時間 是你自己隔天 你們自己民眾黨的新竹市的議員 就跑去開個那個拚一個怪手 然後挖挖挖挖 挖到這些廢棄物嘛 所以沒有人到你說那麼快的去刨除 是你自己說的 然後這個時候還反過來說 我們不知道什麼廢棄物 我們當然都知道 我們不知道是原來裡面 有這麼多所謂 建築用的廢棄物 所以後來新竹市政府 給他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建築什麼 原來就不是事業廢棄物 給他新的詞 幫他去說話 那另外還是要講 剛剛講到蓋醫院的事情 很好笑 大家記不記得前兩天 柯文哲在證監辯會的時候 然後哽咽了 然後後來出現一個新聞 柯文哲事後說 這個因為講到爸爸幫他買地 然後蓋醫院的事情 他這個突然哽咽講不下去 那為什麼會有這段話 我幫大家還原 是因為柯文哲講話的時候卡住了 然後好幾秒好幾次 卡完之後後來賴清德跟侯儀講話 賴清德跟侯儀都跟他講說 柯文哲你不用哽咽 那第一個先講的是賴清德 我幫大家還原一下 當時我在現場 賴清德講說柯文哲在哽咽的時候 柯文哲反應什麼 或者是因為他不能講話 不是他的時間 他是這樣 他說沒有 他沒有哽咽 那為什麼後來出現這新聞 很明顯 發現了這個新聞發酵之後 可以幫他爭取紅清票 可以加增加所謂民眾黨的這樣 支持者的核心度 所以他順水推舟 就是說當時講到這個哽咽的時候 他一時情緒控管不好 但我覺得人的第一時間反應 是不會說話 現場我跟你講攝影機真的沒在照 可不可以來告我們 現在現場大家都看到 後來大家還笑 因為柯文哲是有一點點嘲諷賴清德說 你幹嘛誤會我哽咽 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前後表裡不一 遇到可以操作的事情 就開始操作 就開始去騙取他的選票 這就是柯文哲 他的一個政治的算計 所以看到了這個時候 我們大家在問 哇 柯文哲的農地 他自己也知道廢棄物不能亂丟 就一挖 果然挖到廢棄物 然後他上面鋪的難道不是廢棄物嗎 難道都買的時候 你買農地上面有 上面有薄油 上面有水泥 難道你不知道那個是廢棄物嗎 你可是智商157 你自己講的 佩芬怎麼來看 柯文哲這四大違法的爭議 他想要以拖待變 他完全呢 他現在是說廢棄物不能亂丟 你們這些人沒嘗試 奇怪 那現在當初承諾的人是誰 承諾的人也沒嘗試吧 承諾說這個要五天之內結束 不就是他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仗著他智商所謂的157 他把大家當成這個 就是比他智商更低 對 比他智商更低的人來耍 我想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智商157的人 不會看到一個這樣子 他說他買來的時候 這塊土地就長這樣了 那你看過這塊土地 你還認為他是農地 請問你智商有157嗎 你竟然知道自己買的是特農用地 然後你在上面停了停車場 就變成遊覽車的停車場之後 你這看起來像農地嗎 這樣是智商157的人 會去做的事情嗎 會知道說農地會長出遊覽車 這是一個符合常識的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柯文哲 還是侯友宜 我們從他們這些土地的爭議 看得出來都是非常貪 就是貪字一個字 侯友宜你看 他那個文大的凱旋苑 他一直跟你強調 一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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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新莊 那個大家不用看也知道 又是一切合法 一切合法 一切合法 那當然柯文哲更誇張 是他明明不合法 可是他說的理直氣壯 我們都說理直氣才會壯 但是柯文哲他是理不直 但是氣很壯 他說的一副呢 一開始好像這塊地 都跟他們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他買的時候也不是他的意思 柯爸柯爸要他買的 買來之後他也從來沒去看過 他也不知道上面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後來一被批評之後 連夜把遊覽車撤出 上面還掛一個公告 上面又寫著柯文哲 怎麼又變成他可以主導了 他前前後後反覆不一 除了貪以外 更讓人家看到完完全全沒有誠信 真的是說謊誠信 他高興說什麼 說出來之後 就算在電視機前面 他可以改天還是照樣罵你 反正是你沒嘗試 不是他有錯 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真的跟侯友宜 難怪兩個人的差距拉不開 因為兩個人你真直播法 比較說哪個比較爛一點 哪個比較不爛一點 很難比較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兩組候選人 他們繼續一直纏鬥 一直在土地的爭議上 這樣子牽扯不清 只會讓選民真的看破手腳 真的發現說 這些人心中沒有公義 沒有大力 大家只是想的是自己的私利 如何在從政的過程中 獲取更多的自己私人利益 那除了我們的選舉 現在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明天就剩下十天 今天剩十一天 所以當大家看到了我們的選舉 全世界都在看的時候 有一個國家想盡辦法 要介入我們的選舉 要影響我們的選舉 那個國家叫做中國 你自己沒有選舉 你是大家沒有選舉看人 有在選舉眼睛紅嗎 還是怎麼樣 大家不知道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 史上最近 最靠近的 中國的拖船 逼近而然比三海裡 海巡說已經驅離到十二海裡外 大家看到在這裡 海巡強悍的把它驅離到十二海裡外 我要讓大家了解一件事 有人說 哇 朝禮拜三海裡 這是不是在寧海內 沒錯 寧海十二海裡 它在寧海內 不過國際法 國際海洋法裡面 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或者是一九五八年的公海公約 以及林街區等等相關的公約 公海公約等等 我要讓大家知道 任何船舶縱然在寧海 在林街區裡面 仍然有無害通過權 所以無害通過權 任何一個船舶都有的 當然公務船跟軍艦是有正義 我先讓大家了解 所以在這裡很多人懷疑說 他們怎麼可以進來 進來應該把它打掉或怎麼樣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它有無害通過權 所以在這裡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無害通過權 是國際法裡面所規定可以的 但是因為中國的拖船 在這裡顯然的 它的通過跟無害通過權的要件 似乎有險不合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海巡署 就可以把它驅離 整個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個 我們先來看個相關的一個報導 貴船已違法進入限制海域 請立即離開我限制海域 海巡人員嚴正警告 大海上清晰可見拖船的影子 這居然是中國拖船 寧海拖五洞動搖 但沒想到廣播後 這台拖船還是慢吞吞 貴船就是不能進來限制水域 請您依您的航海專業技術 想辦法離開我限制水域 我要向右轉了 向右轉了 但是我轉得很慢 對方船隻雖然答應要離開 但卻說自己轉得很慢 據了解這是一台中國拖船 寧海拖五洞動搖 後方跟著遠程拖船 跟拖代平台 還在岸邊被直擊 通過鵝鑾筆外海 不到三里處向北航行 甚至中國網站 還以四顆一屏蔽該船訊號 不只引來海巡署驅趕 軍事迷也覺得太離譜 其實在岸邊用肉眼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船隊了 可是是非常的近 連手機都拍得下來 他的船公司有水下作業的業務 所以會比較擔心 他進行水文測會的部分 甚至於說對我們岸邊的地形做測會 就怕這幾艘船是故意靠近岸邊做測會 加上目前距離大雪已進入最後階段 中國侵擾動作頻頻 海巡署也在鵝鑾鼻境 限制水域監控兩艘拖船 我正在離開 雖然經過查證 這兩艘船為中國籍一般名船 並非公物船 但這也是中國船隻有史以來 進入我方本島 還有進線這海域最近的一次 現在海巡也輪班進行監控請務 掌握他們的一舉一動 除了用船想要來威嚇台灣以外 再挑釁中國空飆氣球一次來兩枚 還飛越台灣本島 所以看到這樣子 一個在這裡沒有飛越 一個是從這裡飛越 顯然這兩個氣球 應該是氣象氣球 當然最近的氣象不太好 但是會不會是故意的呢 英國衛報說台灣準備要加入ICC 什麼叫ICC 很多人不知道 那叫做國際刑事法院 譬如說現在普丁就被通緝了 要嚇阻習近平下令動武 因為我們如果加入ICC 這個時候你下令動武違反國際法 違反人權相關的法律 那會被國際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通緝 所以會有這些問題 怎麼來看呢 妹妹 我必須要講這選前 我們真的要防止中國 他各種戒選 這很多假訊息滲透手 讓我們都知道 可是到時候選前的時候 他會不會發動 比如說灰色地帶 你剛剛講到拖船的問題對不對 說我無害同國 他是有一點異議的被驅離 可是到時候他會不會製造一種 戰爲兵兵的假象呢 在呼應國民黨這邊說 戰爭與和平 哎呀選擇民進黨就是選擇戰爭 就是戰爛 就戰爲兵兵 大概這個調子是有可能的 那包括空飄氣球 說真的是氣象氣球 還是上次跑到中國是間諜氣球 我們不知道 然後現在好消息披露出來了 飛過台灣上空 那你該怎麼辦 你要不要把他打下來 你真的把他打下來 他會不會說 他故意跟你引起一些小衝突呢 然後你讓他飄過去 會不會到時候國民黨說 你看民進黨執政就是這樣 說要捍衛也沒有這個本事 然後戰爲兵兵 氣球都飄過來了 所以你意思說那個氣球飄是 要製造理由給國民黨罵民進黨 當然啊 讓你陷入兩難啊 你到底要不要把他打下來 你怎麼樣做他都有話說 如果他們就用這種戰術應用 這個我包括這個外國的一個軍事 軍事專家都在推特裡面 跟台灣政府說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為他們觀察到中國是非常有計畫的 尤其是習近平他知道 他打台灣一定要買台灣或滲透台灣 國民黨執政至少全面門復開放 滲透台灣台灣走不了回頭路啊 這我們要知道 而且統一最後就是習近平有講 統一是必然的 手段什麼武統 或是武統之前全面滲透你 讓你回不了頭 讓你跟世界孤立 讓世界認為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國民黨執政 這個就是共產黨統一台灣的第一步 所以看到了中共用各種方式 中國用各種方式啊 你看他這個拖船 中國的寧海拖五零零一號 即遠程兩艘拖船 帶著拖著一艘平台船 以躲避風浪為由 進入我們鵝鵝鼻三海裡的限制海域裡面 所以換句話講 他是故意的 應該是故意的 然後呢 製造旅遊 讓台灣讓民眾 包括什麼戰爭的這些威脅等等 來恐嚇台灣人民 剛剛美美講說 甚至利用這個製造旅遊 給國民黨來罵民進黨 這個是很恐怖 勇哥其實選舉快到了 我覺得中國這樣子的行為 惹事的行為只會越來越多 他想要製造衝突嘛 這個事情天大地大的事情 兩艘船拖船拖著平台船 直接跑到我們的鵝鵝鼻 東方不到山裡 這多近的距離啊 衝突馬上就有可能爆發 他說因為風浪太大啦 海浪不好 所以要去躲避風浪 對 這才會痛 然後結果海巡署去跑去到他的時候 找他的時候 距離的時候 他還講說 台灣就是個神啊 什麼國什麼國 就挑釁嘛 他在菲律賓不是也這樣講 中國是在惹事嗎 他在菲律賓還用水炮喔 對 很強烈的水炮 由他們的Costa Guard 就是海岸巡衛隊 巡衛隊去射擊菲律賓的補擊船 結果菲律賓的海軍參謀長就在船上 是 所以這個這個實在是 在南海 在台灣海峽 在製造一些相關的這一些 這就是挑釁啦 挑釁 然後呢你看那個空拍 那個碳空氣球一次來兩顆 飛越海峽中線 這是故意的 好我會來台灣 那我們現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局勢 國民黨的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怎麼講的 以前馬英九時期都沒有 民進黨要負責 展廳節節節講民進黨要負責 製造理由給國民黨來攻擊 民進黨要負責 對他製造理由給國民黨來攻擊民進黨 但永哥 我們台灣人很聰明啊 趙少康的邏輯如果對 這幾天 過去幾個月 中國跟菲律賓 南海也是有衝突啊 菲律賓的總統是賴清德嗎 是民進黨嗎 不是嘛 菲律賓以外 日本 最近對於他們的那個 在海上跟在空中的一些 主權的一些爭議 甚至一些衝突 難道現在日本的首相不叫岸田文雄 叫民進黨嗎 南韓咧 都一樣嘛 所以關鍵不是什麼 以前馬英九沒有 是中國現在在擴張嘛 中國軍事擴張已經引起整個 太平洋沿岸的動盪嘛 然後結果趙少康兩手一談 不是以民進黨的錯 所以最後我要講 這幾天衛報 他們關心到說 有傳出一個消息 說台灣的政府可能想要申請加入ICC 國際刑事法院 我說真的喔 這個事情假如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假如真的如何 媒體有報導 那習近平真的會很恐懼 因為種族滅絕 反人類 戰爭跟侵略罪 這幾個罪行 如果有加入了國家 對方只要一到這裡 習近平假如未來一侵略 那可能就會相關的法令 因為其實有關新疆的部分 有很多學者說 中國 尤其習近平 他可能觸犯了國際的相關公約 尤其是一個genocide 我們叫做人群殘害 或者是種族滅絕 叫做genocide 他可能有這個問題 不過如果台灣真的你加入ICC 英國衛報會爆出來 這個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的一般人民 我們如果要加入這些的時候 作業的程序 大部分都是confidential 都是比較機密的 但是因為進去了 國際組織會知道 所以總是會被爆出來 所以怎麼來看呢 民生 我覺得現在他們中國的經濟不好 那又面臨到台灣的大選 世界都來關注 他當然要盡量地騷擾你 看你會不會有一個動作處理不好 他剛好可以給國民黨機會 就像剛剛大家講 同時他也讓他國內的問題 可以得到解決說 你看我騷擾成功台灣 你看台灣現在亂成一團 選舉也亂成一團 最好是最後還國民黨當選 那中國他們內部的問題 就可以被這樣子給轉移掉 所以我覺得中國現在要做這些事情 不管是什麼拖船進到 連我們在鵝鑾鼻的岸上都可以拍得到 你知道那個有多近嗎 所以甚至 山來里其實不到五公里 山來里乘以一點 我們在目視可能都看得到 四點八公里 而且在晚上船上都有燈光 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中國就是這樣騷擾戰 就是要搗亂你台灣 甚至讓你新神部 你希望你做錯 我相信我們現在的蔡政府 應付這已經很有經驗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台灣的選民 真的要在這次選舉裡面 心頭鵝鎚 真的支持誰 才能是真正保衛國家的人 對不起 山來里是五點四公里 因為一海里是一點八公里 我剛剛把他想成邁爾 他不是邁爾 設立的 他一個特點是什麼樣 因為一直以來 在國際法上 你要追究責任的話 都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事情 你很難去追究個人的責任 可能在國際刑事法院 他羅馬規約裡面 他特別去規定到的是 你是可以追究個人的責任的 這也是為什麼普丁 可以被發出通緝令 以前的話你可能只能去追究這個俄國 但是你現在可以針對普丁 那現在的同理可證 而且大家可想而知 中國並不在ICC裡面 中國是不會去加入國際刑事法院 這樣的國際組織 所以這一步 其實是台灣很有可為之處 因為中國不在裡面 那它在裡面 就是比較就沒有勢力的情況之下 台灣如果能夠踏出這一步 就算我們沒有馬上加入 我們說我們要加入 我們開始朝這個方向前進 都可以給習近平添加壓力 因為一旦ICC 對你發出了通緝令的話 你在所有的ICC的成員國 你不可以踏進他的國度 因為你進去之後 你很有可能就會被他們的警方抓起來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看到 好 好 好